我们把综合练习第二题 里面特别重要不是在 我们的题目在这边 你可以把这个图稍微放大 因为我没有把它印出来 所以直接就是电子书 直接在这边看 然后它的题目总共1到7 这边总共有7个题目 那我需要做出来的 需要的题目档在外面 在旁边这边把它打开来 那首先的话解决哪些问题 第一个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的话呢 前面讲过了 在公式里面有个名称管理员 那这边原来已经有一些了 干脆把这些全部删掉算了 重新 重新这些都全部把它删掉 也就是以后 你这个工作表里面 只要有定义过名称的话 它都会在这边显示出来 那当然这个名称能不能修改范围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在这边再做修改 可不可以删除 可以 都在这边做新增或删除 好 那我们要做哪些 题目要求是 第一个把C1 改成总发行股数 所以你游标放C1 按定义名称 因为前面有一个栏位名称 它会自动帮你抓到 所以按确定 C1就是总发行股数 它发行的话 2500万 这个股数 然后分配银鱼 一样定义名称 它自动会删到分配银鱼 再来呢 股东姓名一直到 现持有股东排名 有没有 那这个范围 总共会有 八个栏位 这八个栏位 如果你要一次全部做成名称的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你可以选取A1一直选到H的最下面 H58 对不对 再选择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最左栏不要 顶端列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股东姓名 一个 这个 就是对应到下面 原有股数 下面这个 它会自动什么 一个一个帮你总共八个栏位 全部一次帮你在名称管里面 原里面新增 那个名称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刚刚定义这个 这个 有没有 它自动会帮你出发 还有八个 所以这边总共会有十个 比如说股东姓名有没有 它会自动帮你做A4到A58 那原有股数的话呢 就是这个 B4到B58 一直类推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从选举范围建立还蛮快的 一次帮你建立八个 然后还有什么呢 配股数量表 Ctrl C一下 这边把名称 然后底下A2一直到下面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 定一个名称 叫什么呢 叫做 就是底下这个 配股数量表 所以我把这个名称复制贴过来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从 上面这边 直接打上去 按Enter也可以 那税率表的话呢 Ctrl C B1一直到下面这个范围 Ctrl V Enter一下 从这边定义名称也可以 这个名称跟这个定义名称 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看你习惯哪一个 OK 那做完之后 不过特别是税率表 它的栏位在左边 所以你不能用V-R函数 只能用H-R 特别是用V-R函数的话 指的是 如果你栏位在上面的话 是用V 如果你的栏位名称在左边 请你用H-R函数 OK 其他的部分都一样 逻辑是一样的 OK 好 那我们把名称定义好之后的话 分配股数一直到排名 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可能接下来就要利用什么 我们的原来这边 这边 第一个我们就做完 一 建立范围名称 这些都做完了 二的话呢 就是分配股数 这边有讲 以业绩去搜寻什么 配股数量表 它会有一个配股数 返还回来 如果你没有那种 就是说用V-R函数来 没有用V-R函数来做的话 你必须什么 这边 这个人 他是 业绩是1450万 那在税率表里面呢 你看一下1450万 应该是这个range 所以他应该配3万5千股 那你可能怎么样 在这边打3万5千股 这边的话 890万 在配股数量表里面应该是这个 所以是2万5 不过当然我们不是要这样做啦 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能够用查的 查什么呢 配股数量表 所以查的方式的话呢 第一个 查入函数 里面呢 找到V-R函数 特别注意 业绩 可是特别注意 在对照表里面呢 我们按F3 去查什么 查那个配股数量表 这边有没有配股 按确定 再点它一下 你把它再点击 你会发现它点过来 不过你会发现 它跟业绩的栏位里面的东西 有点不太好 它是1400万 可是在这边的话呢 是什么 1000万 诶 不对啊 它少一个什么 1万 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C1 这个地方怎么样 除以1万 再到配股数量表里面找 找什么东西呢 找 诶 一定是查 比对一定是比对最左栏 那查回来的话 就是它的数量 所以数量的话呢 一定是第三栏 所以查回来第三栏的东西给我 然后呢 比对方式特别注意 我前面讲过 如果是0的话 是完全比对 那可是问题 你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 那你要找最接近的 请你改为1 它会自动帮我找到35000 按确定 自动就把这个全部做完了 OK 全部都查完了 那其他的话 像现金鼓励 其实这个题目里面也有讲了 你现在你只要照什么 现金鼓励部分的话 你只要照那个F3 然后分别怎么样呢 把这个按F3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与有没有 除以总发F3 乘以总发行股数 按打勾 现金鼓励就算完了 其他我想都差不多 请各位呢 试着把这一题完成 记得是用那个定义名称的方式完成 你不要用那个原来的方式呢 传统的方式是 没有办法把这一题做完的 记得就是 配合F3的按钮 然后呢把这个题目 试着做完 那我这个参考的答案呢 在那个云端上 我有把那个最后的画面也放上去 所以基本上呢 第一个当然是定义好一个名称 所以基本上我们有 总发行股数 分配盈余在八个栏位 再加配股数量表跟税率表 这个图里面都有 再分别怎么样 把这个底下的公式 一个一个一个完成 最后就可以做出那个我们要的 这个结果出来 公式的话我想在云端上 这边也有放 那做完之后它有个VBA 不免俗的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VBA部分的话 也可以全部做出来 分别就是把后面这个 其实就照着F3 然后把这几个公式带进来 那这边也是这样 不过特别注意 税率一定是H2G 然后再来就是扣最后的现金鼓励 F3 然后把公式带进来 最后用那个Rank Rank做排名 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做两个按钮 清除 计算 全部都做出来 那这个地方 清除跟计算怎么做 其实原理原则一样 For I 等于 第四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For J 这边可能会需要多一个 多一个J 或者是多一个J 就是哪一篮到哪一篮 比如说是第四篮 一直到第八篮 那你可以把它清除 那我这边来看一下 基本上城市并不算太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里面的话清除 当然你可以直接 假设你今天 没有用J的话 你可以用 比如说D栏到H栏 把资料给清空 OK 那各别的每一个栏位里面都清空 这个是清除 那如果说你要把什么呢 把里面按下计算 所有的结果都显示出来 我这边的话实际上只是把刚刚做完的公式 放到比如说D栏 那这个公式里面特别注意 如果有列 有那个列号的话 把它改成I 这个我想前面有没有讲过了 没有 如果你要把公式 放在VBA里面执行的话 第一个就是呢 把它的列号 改成I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 我前面讲过 有双引号的话 你把它改成两个 把它放在这里面之后 再按一下计算 你会发现 它自动会帮我把什么 这个结果输出 有没有 这个是列号 列号把它改成I 最后每一个 其实做法都差不多 前面都有讲过类似的 那我有把这个 最后的完成的程式码 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边利用名称定义的话 可以加快我们在处理资料的时候 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你的 那个至少对于资料来源的名称呢 你会比较清楚 按F3之后 就马上可以知道说 哪一个资料 它对应的是哪个范围 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最后做完之后 大概如果你要一键完成 所有的事情的话 可以再加上一个清楚 加上一个计算 计算部分的话 这个前面讲过 把公式呢 放在这个VBA里面 就直接可以执行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 嗯 嗯